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实施努力 事实检讨 其实把握时间 空间的因缘聚会 很多人认为一个修复的人是非常消极的 是悲观的 是逃背现实的 甚至于复教界里出家众和在家居士们 也是怎么说 也是怎么做 而事实上是非常愿望的 因此我才要说 符法这么好 为什么知道的人这么少 而误解的人又是那么多 因此我们需要介绍正确的符法 禅就是符法之中最干净的 是这样没有迷信色彩的一种符法 所以真正的修行禅法的人一定是非常积极的 而且也非常踏实的 诸位一定听到说过啊 百丈禅师 他说一日不坐 一日不食 又是一日不食 又是一日不食 这不是百丈禅师说的 而是禅宗里面都是这么说 一日不住 一日不食 就是要生活一定要有工作 另外呢 做和尚啊 这是一个身份 就应该有责任 闯中 击骨 那就是弘扬佛法的意思 如果说做了和尚 不闯中 不击骨 那就是个懒和尚 所以一个学习啊 禅法的人 不管他是在家也好 出家也好 一定是非常踏实的 认真的生活 那在生活之中呢 一定呢 有方法 方向 有原则 有目标 而且呢 是不断地努力 我讲实时努力 实时检讨 这在我们修行的人来讲啊 努力就是修行 检讨就是忏悔 就是啊 一边要修行 修行什么 修行慈悲和智慧 是不是很努力在修 或者是有没有偏差 有没有错误 必须啊 常常地反省 检讨 我们叫做忏悔 我们天天发愿 天天地修持 也天天地忏悔 这忏悔的意思 就是啊 认真复制的意思 而且 一定呢 对现实的 现在啊 是非常的重视 所以 一个禅的修行者 一定是 若是以现在 以过程为目的 以失败为经验 以成功为起点 以现在为全部 不眷念过去 不梦想未来 这是将全部的生命啊 投注于现在 活活泼泼地生活于现在 有的人说 佛教呢 很消极 这是啊 一幸福之后 就准备着死 准备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人间的事 不管了 这是错的 所以 佛教徒啊 如果在现实的生活之中 多不精进地努力于啊 智慧和慈悲的 修行 功夫的话呢 这个人 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 他的莲花一定很小 他的莲花的 莲花台的位置一定很矮 西方极乐世界 有九品莲台 如果我们不在人间呢 活着的时候 再生的时候啊 不努力于修行的话 这是指望着 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到西方去 到了西方之后啊 可能连阿弥陀佛都见不到 在那边等候 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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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一个真正的 学佛的人 特别是呢 禅宗的修行的人 一定呢 非常重视现实的生活 现在的时间 而且是讲每一分每一秒的现在 是最重要的 许多的人呢 对过去的成就啊 感到骄傲 感到得意 过去的失败呢 感到后悔 感到啊 失败的一种痛苦 同时呢 又期待着 指望着 梦想着 明天 未来 有一个好的远景出现 像这样子的人呢 最糟糕 把现在最宝贵的时间浪费掉了 这是在回忆过去 梦想 未来 这个人 还谈得上是修行吗 还谈得上是努力吗 还谈得上有成功吗 所以 真正要成功 劝大家来修禅 为什么呢 禅的态度 是以过程作为我们的目标 这是我常常呢 对我的弟子们 学生们呢 劝勉的 不要老是在注意着目标 目标 目标 有的人呢 我要他们呢 持咒 念佛 拜佛 来消除他们的疑仗 化解他们的困扰 可是他们呢 一边念佛 持咒的时候 一边还在讲 我已经念了两天了 怎么还没有感应呢 我已经念了四万遍了 怎么还没有发现 观音菩萨来帮忙啊 如果说是劳是在一边呢 在持咒念佛 拜佛 而拜佛持咒念佛的时候 他没有在真正的持咒拜佛念佛修行 而是我在等待着 我在等待着 像这样子的一种修行 已经离开现在 而指望着未来 这就是说 把自己的脚步 没有现在一步一脚印的 踩得稳稳的往前走 老实想到 怎么我还没有到目的地啊 我怎么还没有到目的地啊 这是有大问题的 所以 以过程为目标啊 这是最安全的修行的态度 也是呢 成功的 最好的一种啊 态度 否则的话 大概老是在失败之中啊 我们修行禅法的人 是以失败为经验 失败 失败本身呢 就是一种成绩 成果 不能够说 那就是目标 但是 这就是一个过程之中啊 应当 应当会出现的经验 而且 累积了失败的经验 就是啊 成功的 起点 还有呢 还有呢 我们呢 当修行得到有一点点的作用 不管是 身体的反应 不管是 身体的反应 心里面的转变 不会啊 这稍微做 不会啊 认为不得了 所以我们常常告诉修行禅法的人 你得到一点点成就的时候 要赶快把它放下来 因为 往前走啊 修行是没有止尽的 一直到成佛为止 才是啊 真正的完成了 其实 就是拿释迦牟尼佛来做例子 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啊 他的慈悲和智慧已经圆满了 究竟呢 应该说 他已经完成了所有修行的过程 可是 诸位知道吗 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 才是他度化众生的开始 因此 释迦牟尼佛如果成佛之后 不度众生 我们这个世界就不会承认了 释迦牟尼佛是佛 我们也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本身呢 就是以成功 最后的成功是他的起点 那请问诸位 你们诸位成功以后是起点呢 还是终点呢 如果是把成功当成终点 你就完了 所以我们呢 要把成功当成起点的话 我们永远永远的 不会啊 认为自己把工作做完了 现在就是我们的全部 我们的过去已经过去了 我们的未来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到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 每一颗呼吸 每一个念头 每一个动作 那才是实实在在的我 你 他 如果把现在放下 而想到过去 想到未来 这是太不划算了 因此不要怨念过去 也不要呢 对过去啊 后悔 不要梦想未来 也不要对未来呢 存在太多的想象 但是 应该把我们全部的生命呢 随时随低 在现在努力是最重要的 有的人呢 结婚之后啊 这个五六年 或者是七八年啊 就对自己的对象啊 渐渐的渐渐的 觉得新鲜的感觉没有了 因此 所谓 喜心厌旧的心 又会出现了 可能呢 想到 其他的人的太太还不错 或者是呢 其他的 还没有结婚的小姐啊 嗯 比我的太太可能好一些 请问周围这样子对吗 所以是 修学禅法 是非常踏实 而重视于现在的 你拥有的 你所拥有的健康 你所拥有的人员 财产 现在所有的 不管多 不管少 你应该感觉到 现在拥有的是最好的 这一定才能够保证 我们呢 有幸福的人生 有成功的前途 可是仅仅这样子还是不够 要超越的态度啊 来看我们这个世界 要看我们的人生 超越什么 要超越 要超越个人的得失 超越战士的成败 超越有形的强弱 超越有无的价值判断 超越时空的自我执着 下边呢 我们要把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三个 时间呢 好像是 水中的月亮 我们要看呢 所有的一期 看着 如虚空之中的 浮云 幻景 这两句话就是 空花 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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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花 就是我们现实的世界 在我们现实世界之中啊 经常 有困扰 经常 有折磨 经常呢 会让我们骄傲 又 常常会让我们妒忌 这些 都是因为不能超越的关系 有的人呢 贪得无厌 又贪不到 所以痛苦 有的人呢 只能得不能设 只能拥有 而不能够啊 放下 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事 所以成功啊 是要 随时随地啊 提得起 放得下 这叫做超越的态度 这是禅的 观念啊 这些的独播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也会有很多心思 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也会有很多心思 我们的生活 变地成功 然后把成长和成功彻底地放下 这个时候叫做解脱 叫做自在 这个时候叫做大策大悟 所以放得下的是 也就是说人家讲什么 怎么批评 怎么赞叹 赞叹是他的事 批评也是他的事 跟我没有关系 那这也叫做放得下 什么叫做成功 儒家书说的三不绣 这个三不绣 诸位还记得是什么吗 离什么 离得 离功 离运 这叫做成功 所以儒家这样的三不绣 是值得成功 但是并不是非常透彻地 来讲成功 事与的成就 达成目标 这也叫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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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功成名就 三不六十行 行行出藏远 那么这一点呢 不一定是离功 离得 离言 他就是在他这一行里面呢 能够出类 能够出类 拔作 而出人头地 这就是成功了 但是不能够成为 哪一行业的佼佼者 那是不是有成功的机会呢 所以这句话也不透彻 另外书经里面呢 就是上书 书经里面说 告决成功 说大功告成 就是说这一项 事业已经成功了 是什么呢 是照着计划 如期完成 这也叫做成功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计划 是不是能够成功呢 不过这句话是很有用的 我们一般的人呢 应该把它当成呢 是成功的 一种啊 基本的原则来看 还有下边我要讲 作物的成功 是走一步有一步的成功 竟一时间有一时间的成功 这个我们呢 人人都有机会了 我们做任何事 我们呢 一步一步的走 第一步成功 可能第二步失败 但是没有关系 站起来再走第三步的时候 可能是成功 第四步有失败 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再走 常常滴滴爬爬 往前走 这个算不算成功啊 算不算啊 算 所以我们呢 走一步是一步的成功 我们做人呢 随时随地 要准备着 准备着 准备着 失败 在准备 失败的心理 非常充分的情况下 会不会 永远失败 会不会啊 不会 就是居安 什么 居安 思维啊 在最安全的 成功之道 所以有一时间 一时间的成功 走一步一步的成功 做一样式 一样式的成功 我不知道 我今天晚上 一句话一句话的 讲到现在 我是不是 步步在成功啊 感谢感谢 我成功 那诸位 是不是听一句话 得到一点点 什么 得到一点点什么 收获 这个算不是 听一句话 一句话的成功啊 谢谢 下边要讲 全功高成 就是完成一项事业 圆满一桩功德 做完一场服事 这个叫做全功高成 这是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就是 一个段落的成功 能够有这种心态的话 我们时时会感觉到 非常的满足 满意 满意自己 又做对了一样式 又完成了一样功德 又成功了一件好事 我们常常会对自己啊 鼓励自己 我的师傅常常跟我讲 他说 咖喱 没有咖喱咖喱 啥人咖喱咖喱 下面我要讲 事业的成功 是很不容易 人品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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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容易 应该要及时的努力 应该呢 逢世 检讨 不要计较 一时间的成败得赦 不要计较 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损益 多少 但求尽心 尽力 尽责 尽奋的做事 但求小心 谨顺 诚恳 谦虚 踏实 忠厚 宽宏大量的做人 则 就是成功 则 就能成功 许多的人呢 尤其是现在的人 这希望 把自己的事业做成功 把自己的 这个草票成功 把自己的 生意做成功 很少考虑到 做人有没有成功 有的人呢 私意成功了 婚姻失败了 有的人呢 生意成功了 他的人格失败了 他的钱财 成功了 而他的品德失败了 像这样子的人 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 如果 做人失败 这个是 一直起走错 全盘起结束 有一位政府的官员呢 他做官做得 非常的痛苦 他来问我 怎么办 我说 做事很难 做人更难 你把事情做好 人家批评你 没有关系 人家妒忌你 没有关系 你只要尽心尽力 问心无愧 你把人做好 你就晚上可以 好好地睡觉 白天努力地工作 后来他听了 我这句话以后 他就把人做得蛮好 结果没有多久 他来跟我讲 他说师父 非常谢谢 他说做事 还是需要先做人呢 先把人做好了 事情就能够比较顺利了 诸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呢 有啊 现在先做人 先学做人 是非常重要的 做人如何的做法 我再念一次 但求啊 小心谨顺 诚恳谦虚 踏实众厚 宽宏大量 这个一定可以把人做好 然后呢 我们做人的同时 一定是为了做事 仅仅为了做人 你事情不做不起来 没这回事 就是在做人 与做事相互的交错的 努力的情形下 你这个人又做又好 你的事情也又做又大 这就是能够成功 就能够算是成功 成功有小成功 有大成功 小成功是个人的 一时的 个案的 绝部的 大成功呢 是指的对团体的 社会的 全人的 全民的 全世界的 以及呢 以及呢 离旧迷信啊 而普遍广大的 正面的 正面的 影响力 一般的人 这看到小的 这看到小的成功 这为自己的成功 为自己个人的成功 而不管自己家里的人 那你这个家庭 就不会美满 如果说 这为一个人的 自己家族的成功 而不管呢 其他人的呀 福利的话 这个人 一定没有人缘 事与可能侥幸成功啊 当他们一旦呢 失败的时候 就会呀 重判 下面一句什么话 清理 如果做人成功 那就是要 顾虑到 自己 自己的家族 以及呢 跟我们呢 相关的所有的人 那厉害的是 为他们 设想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呀 在任何情况下 能够啊 所谓得到的 多助 因此 要成大功 就是大成功啊 一定要把 自己的心量啊 放大 要 为他人设想 为多数的人设想 为整个的社会 国家 民族 那些世界 设想 不要 不要 看尽力 私利 而 忘了了 功利 原利 大利 这个叫做 大成功 下边 是不计较 民力 权威 势力 的成功 但求奉献自己 普度众生 离苦得乐 才能做到 究竟圆满的大成功 在福学的名词里边呢 叫做 卑制双运 福慧 双修 福慧满足 那就是 人格的大完成 也就是啊 人格的大成功 那就是 近代 福教的 太叙大师 所说的 做人成功 就完全成功的话 就能成佛 就人成 即福成 这个是 超越了 超越了 世间呢 大家所追求的 名 利 权势 和地位 大家都在 追求 这样东西 这些东西 都认为 这些东西 就是成功 我们很多的 父母们呢 从小 就对自己的 子女 期待他们 说我们 做父母的 这一生呢 穷已经穷够了 苦已经呢 苦够了 我们从来 没有养你 土气 你们要有 出息 一定要 争取 将来 你一定要 赚大钱 你一定要 做大官 你一定要 对我们 这个家庭 有交代 对孩子们 都是教的 这种 观念 因此 孩子们 从小 就是啊 知道 要追求 名利 权势 和地位 请问 诸位 这就是 成功吗 我们 不会说 名利 权势 地位 是罪恶 不可以这么说 要实至名归的 随到渠成的 脚踏实地的 而得到的 名利 权势 地位 这 本身就是啊 功德的成就 这 就是成功 那 那 下面呢 什么是方法 用什么方法 方法呢 包括 理论的基础 时间的计划 实施的 技术 技能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 我一定重视两个项目 一个呢 就是 观念 建立 另外一个呢 就是方法的 练习 方法 是所以 俗的 观念呢 所以学的 这 学 俗 这两样东西 学 是一种思想 是一种学问 这本身呢 就是 指点 我们要走的方向 和 我们 所站的 立作点 是什么 告诉我们 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立作点 什么是我们的方向 什么是我们呢 应该需要经过的过程 这是属于啊 理论的 也就是观念的 这叫做学 但是 我们一定要配合着方法 的练习 那 才能够达成呢 我们需要达成的目标 那方法究竟是 什么叫做方法 请问诸位 打坐算不算方法 念佛算不算方法 拜佛算不算方法 诵经 看经 持咒 算不算方法 再多使方法 可是 如果 如果 没有正确的指导 我们大家都晓得 这是方法 方法 方法 没有理论的基础 作为观念的 指导 那很可能 就会 走错路 这些方法 是使的 就看看我们是用什么态度 来用它 看看是我们怎么样的步骤 来用它 看看我们自己啊 是不是会用它 是不是会用它 可能就害了自己 可能就害了自己 还有害了人 这个也叫做什么 也叫做周火若牧 我们 我们 信宗教 都很好 但是 宗教而信了变成狂热 它就可能呢 就会 有非常强烈的破坏性 这就是能够 自害 又能害人 所以宗教的本身 也会啊 让人 走火若牧 那原因就是什么 观念不正确 没有人 没有人呢 指导它们 因此 要有啊 正确的理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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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